中共是一直在幫我們的 那個老外常常有媒體一直在訪問我 他說你們他們那麼小沒有什麼信心 我說有啊 因為我們有最大的朋友 就是中共的漁水 他的漁水一直在思維 你看本來這個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 當時美國的杜魯政權 是希望跟中共建交的 所以他是 不敢開來的 那 結果 這個 結果中共把去 被金那個 現在那個金上罵的爺爺 金屬片 打反彈 所以 一大規模 就看到美國一看 港國改身 另一個 第一線的改進法案 是 星旺台灣 因為他們知道說 中共跟美國 善意已經沒有啦 不可能跟美國占交 那麼台灣這個地位的重要 趕快 第一線的改進法案 到现在,因为这么愚蠢 他在这个金日总片 当时毛泽东金日总片都是史达尼小弟 史达尼黑到了他们的小弟 那这个金日诚响报告盘站 他去跟史达尼讲,史达尼抢了个人 他说必须跟毛泽东讲 他就玩骗毛泽尼说,史达尼答应吧 哈哈哈哈 那毛泽东史达尼答应了,我也只是一片 这一片,我们讨厌保持到现在 那这个,2019年,香港搞个什么宋宗 我们现在,2019年,我们的大选成绩 成绩是很有利的 一看,哇,这么乱搞 大家觉醒了,才有什么大事 那其实我也是2019年看到中共 这油马啊,怎么可以叫油马来打人呢 是不行,不是 我也起来讲说,想想要用和平方式 尊重民主成就不讲 该不论是油马 那中英联合生命是赵子兰跟财西尔富的 共产上签字的 白子黑子签的,不成了呢 找到这个历史,我觉得 他这个油马政权,不成了这个 所以我那时候说也不行 如果说,找我们几个提起来台湾工作 我们工作过了,不守承诺 我们整个都被骗了 说不行,不再谈和了 所以,国民党生想谈了和 我长了20年了 我知道说,不能跟他们谈和 我先回来打败 我给大家讲 要守住,要明明 所以这个,他就做很多蠢事 可是呢,他又不能不这样做 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自由 就是它的最大威胁 因为像我可以讲话,我可以书版啊 可以把那个中共骗人啊 那些贪污了,各种丑事 就做个封锁的逐渐 最遗有的 就是这一点